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气快黑了 加上咱们这么一下午 鬼子肯定不敢再进来 咱这个空城计算是畅城了 走 孤凯 孤凯 顾凯 快 看一看有没有幸存的统治 都怪我 是我中了鬼子的奸进 支队长 这件事都是我的错 是我太蠢了我 别说了 同志们 战斗刚刚结束 分散开来 寻找我们的战友 是 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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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停 肯定是咱们的人和鬼子干上 赶紧走 往那边 走 走 走 同志们 冲安 怎么样 幸亏你们及时赶到 你们怎么叫对了 我们跟着丁牌长转移百姓 突然十几个鬼子追上来 天黑 我们就被打散了 行了 别多说了 赶紧跟我走 坏了 鬼子又大事儿来了 一半二半 但老乡和商人转移 三把跟我走 是 是 好 哥哥 前面有新巡船 抑制了 中央是指揮官 好 恐怕是 是 快点 抑制了 他们的兵士 快点 一人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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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别动 你闭 鬼子肯定已经把朕围死了 看样子 他们是三个人一族来回巡逻 想一个人摸下山区都不容易 山底下到底有多少鬼子 咱们都不清楚 何况还带着这么多伤员 手榴弹还有几个 我这儿有两个 我这儿有一个 我又有一个 兄弟们 如果一会儿鬼子碰到了咱们 我们就跟鬼子同归于尽 就算咱们死 咱们也要拉个鬼子做顶背的 明白呢 明白 是咱们的人 来 走 怎么了 受伤了 没事 屁板上 这队长 你可算回来了 我们被鬼子偷袭了 但是我们尽量 都把老乡转移了 这事 其实了 好多通知 我听大大说了 不过你放心吧 他们把老乡和伤员都转移了 现在就剩你了 他们说你在这一带 找到你 我心里就踏实了 不是 队长 你带多少人过来 救我们即可 我要带太多人 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同志们 跟我撤 撤 快点 这队长 我自己能走 别说话 你身体很虚弱 走 我们上山的时候 走到就是这台小堵 路上咱糟很多 应该有人走过 估计是日本人 这样 你们在这儿守着 我过去看看 行 小心点啊 小心 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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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完成了 等到天一亮 军犬一到 山上的人一个都跑不了 吃吧 快吃 情况不妙啊 这儿呢 千米敌人 正在等着大部队支援 如果天亮我们再走不出去 那可就彻底走不出去了 致队长 我之前侦察的时候 有条小路 就在那边 又快 然后有条小路 一直到半山腰 然后 是一处缓坡 爬下去就行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不是 咱们可以怕 那这些伤员怎么办 有了 都马里点 快 快 快 都快点 快点 快点 都摘一块 幸亏啊 这半山腰还有这么个地方 要不咱真从山顶上下来 恐怕这绑腿部还不够呢 来 绑子松了 绑子松了 到底了 收 行 好了 来 来 郭凯 这刚可以了 你在这儿一个人定着行吗 行 没问题 就多使点技能伤 说点来 我过去找其他伤员 这样能竟省点时间 行 那你小心点啊 注意警戒啊 好 小心 是 你们两个到前面去找一场支队长 他去找伤员去了 我怕他遇到危险 是 是 这儿 什么事 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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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走 快 快 hel 这边的城市 这边的城市 你去找吧 走 来 来 顾凯 刚刚怎么回事 我在这儿放伤员 想尽树枝十点力 没想到把树枝踩断了 别说了没用的 赶紧把伤员放下去 快 干吗 顾凯 这儿还有伤员呢 铁公 那下面的兄弟比我更炫耘 顾凯 别闹 我一定会把伤员放下去的 你听我的 顾凯 顾凯 快 高连长 伤员没有伤员了吧 顾凯这伤员还在伤员呢 美人 连长 你放下我快走吧 我还有个手楼弹 连长 别说了 服从命令 连长 你快走 不 不 大夫 狗狗大 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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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大大 带商人先撤 我在这儿等公凯 好 快 走 走 顾凯 快点 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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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开个劲吧 枪帮你弄 但是呢 不要钱 怎么能不要钱呢 我得加入你们药厂义勇队 我都说了 我不管什么国共纷争 我只知道 我是一个中国人 只要能打日本鬼子 就是对的 请问这是 顾凯 金荣 李里刚 我的力量 我的能 捍卫这地方 愿成为你彼岸的灯塔 站在绝境中 别一盏远方 写了种枪 这青春霜 我看见 可变化依然绽放 我 你们 姐姐 鱼 夺挑战的日本鬼子 听说那领头的大佐 还是从上海调过来的 哦对了 这日本人叫山口英雄 什么 山口英雄 怎么 你约着他 山口英雄 这队长 智队长 智队长 打的了 智队长 你怎么了 在打通铁了 温柔员 智队长 你醒醒啊 智队长 这些是最终的项目 全项目的项目 山口英雄 而且 哪个项目的项目 自身查过了 这些人 什么事 在空海 空海 这人是 偶尔的弟子吗 对 偶尔的弟子 如果我遇到她的弟弟,我希望你能把她的命移除了 当时我…有这样的偶像的事 真是…我真的被杀了我 你的命…你的命… 那怎么办?这人已经死了 我必須要解釋一下 山口 我必須要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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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了 我問過一個一起參加討伐的黃邪君 是我老鄉 他說照片上沒有這個人 反正他是沒看見 拿去吧 下去吧 辛苦了 團長 別來呀 躺下躺下 團長 我有責任 對我沒帶好 行了 別說了 他到底什麼病 怎麼會吐血呢 徐醫生說了不是什麼大問題 他這次吐血跟情緒有很大關係 他過於激動 激活攻心 不過問題不大 住院調理幾天就好了 好 你辛苦了 沒關係 團長 都是我的錯 我不應該輕信鬼子 設下的圈套 責任全在我 團長 你處罰我吧 我處罰你 我處罰你有用嗎 犧牲的戰士還能活過來嗎 這次你們中了鬼子的圈套 也不能全怪你們 最起碼你們還轉移了老百姓 保護了他們的生命安全 好嗎 兵力啊 你也不用太自責 你說過 在哪兒跌倒 就要在哪兒爬起來 部隊打了敗仗 回來好好調整 吸取經驗教訓 將來我們再把它打回來不就行了 放心吧 團長 我心裡憋屈 但這個仇物我一定要報 我知道鬼子帶頭的是誰 我一定讓他血債血場 冰霖啊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這次你們的隊伍 經過這場大仗 損失慘重 而且你現在的身體 不能上戰場 回頭我再給你們派一些新兵 你們抓緊時間訓練 你現在的首要任務 就是在這裡給我好好養兵 這是命令 知道嗎 我知道 還有你 小龍 向兵里住院這段時間 二支隊完全由你負責 但是你不能單獨指揮部隊 有什麼事情 及時向我匯報 是 團長 顧凱呢 團長 這是真的嗎 我們走 這次討伐 總體上我們算是勝利了 二位功不可目 郭英 你的行動處 確定了相兵里的情報 分析出來他大概的藏身位置 蘇隊長 你自身危險 去敵人的地盤刺彈情報 勞苦功高 我已經為二位申請嫁獎了 能為皇軍和山口太軍效力 是必人的榮幸 山口太軍以後有什麼事 儘管吩咐 必人必定鞠躬盡摧 死而後已 好 蘇隊長 你對皇軍跟帝國的忠心 我們一直很滿意 是 好好幹 你將來前途無量 來了 你說 好好的一個人 前兩天還活蹦亂跳的 給我送吃的呢 怎麼說沒就沒了 當兵這麼多年 我也沒想到 身邊的兄弟就這麼走了 這個仇我必須報 靈小 你知道這次鬼子帶隊的人 是誰嗎 是山口一雄 山口一雄 我知道他是寵我來的 我之前還納悶呢 在東橋鎮怎麼會有人認識我 我現在全明白了 原家陸宅 我這次絕不會放過他 靈小 怎麼了 你必須幫我幹嗎 我們方區的兵力很緊張 所以以後要多樣 在你們保安大隊 同時你也多留一下 那些有可能投城的部隊 我們繼續兵力 哦 太君 這個我也明白 最近有一幫土匪 正在和我們接槍 土匪 對 我當是什麼好人呢 不是土匪就是流氓 搞得烏煙瘴氣的 宋隊長 你把我們這邊 當什麼地方了呀 山口太君 這幫土匪可不是一般的土匪 他們 是有三百多人帶槍的隊伍 而且以前都是當過兵的 既然這樣 那就趕快把他們收編吧 這事太君 我也想啊 但是這幫人有些麻煩 談得便便妞妞的 不是太痛快談的 這夥什麼人 之前啊 在東北那邊 後來跑到南方佔山為王 為首的一男一女 男的叫黑老七 女的叫張福龍 他們還說了 如果這事想談的話 得跟您親自見面 黑老七 怎麼了 我想 我有辦法說服他們了 你 對 晾那麼多二狗子的衣服 幹什麼 咱們這條件差 沒有那麼多布料做軍服 醫院就拿了好多鬼子 和二狗子的衣服 當病號服 特別是冬天 多給病人套幾件當棉衣 不管是日偽捐的軍服 警察的黑制服 只要是衣服就行 好好好 賓禮 冥霄 怎麼樣 我讓你辦的事辦好了嗎 我破譯了日本人 給北清鎮縣兵隊發的密電 上面說 最近要讓北清鎮 做好治安工作 山口一雄會在三天後 去見一位重要的客人 消息可靠嗎 應該可靠 我們內縣的同志 破譯了日本人的密碼本 應該沒什麼問題 你想怎麼辦 我要好好想想 冥霄 再幫我個忙好嗎 你還想幹啥 這整天清湯寡水的 我想吃罐頭 罐頭 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了吧 你想用什麼樣的方式 說服那戶土匪 其實很簡單 你們都有共同的敵人 相冰禮 他們難道 跟相冰禮 也有仇嗎 還記得當時 相冰禮從東北回來的時候 他告訴我 他在那裡遭遇了不測 說他和他的父親 在路上遇到了土匪 當時土匪裡面有個叫黑老七的 我聽這個名字特別奇怪 所以我對他特別有印象 後來相冰禮使了炸 逃了出來 他還害死了黑老七的哥哥 我們就拿相冰禮 作為招降的條件 你覺得如何 你這麼一說 好像我也有點印象了 你慢點吃啊 別噎著 來來來來 喝點水 喝點水 慢點吃喝點水 你喝點水 別噎著 這跟沒吃過肉似的 還有嗎再來一會兒 沒了就帶了一罐 大夫說你要養胃 只能喝稀飯 這嘗嘗差不多就得了 部隊上還有那麼多傷員呢 沒多少了 這話說的 好像我不心疼傷員似的 我告訴你們 今天我吃你們一盒罐頭 改名我還你們上百盒 怎麼 你有啥主意了 好 據可靠情報 三天以後 山口義兄 要到北清鎮去開會 我準備去會會的 好啊 杜老師 咱隊伍上 可有一百多人 那咋進去啊 咱們之前 存了那麼多二狗子的服裝 咱得派上用場 我讓凌霄用日軍的密電碼 跟日本憲兵隊聯絡過了 說最近有一支偽軍 到他們北清鎮去主張 可是 這偽軍隊伍進鎮子 那得有通行證啊 是啊 通行證哪來啊 小王給你的時候 沒告訴你們是什麼呀 他一提攻科 能跟我說什麼呀 就給我了 這就是他給我偽造的通行證 這這 他這麼鬼頭的人 他能給你偽造通行證 他給我 那小子那麼貴 能白給我 一把左關刀 我答應他了 繳貨到就給他 這小子 做得跟真的一樣啊 那就這樣 等會兒你們趕緊回去 集合隊伍 調一個牌過來 我要準備 隊長 我可醜話說前頭 這回帶誰去都行 甭帶那個董振偉 我不想看到他 對 別帶他 看到他我頭疼 志隊長 哼 說曹操 曹操到 老董 你怎麼來了 坐 不坐了 你們兩個也在呢 商量事兒呢 來給我送罐頭 營營營營營 支隊長 是不是有什麼新的任務 送我一個唄 隊長我先走了啊 我們撤了 站住 金榮 我知道你跟顧凱的關係 是 上次指揮 責任全在於我 是我害死那幫兄弟 你有什麼話 別憋在心裡頭 支隊長 我知道我帶兵打仗不如你 顧凱和犧牲的戰士 也是我的兵 我報仇的心 比你們任何人都強 我心懂得戰死 我二話沒咬 向支隊長 吃飯了 今天是小米粥熬得可香了 向支隊長 什麼 向兵裡沒了 這麼大的活人 怎麼說沒就沒了呢 誰說不是呢 二支隊的駐地你們去了嗎 現在二支隊的根據地 除了留下的一個班 守著一些傷兵外 其他人都不知道去哪兒了 問了那個班長 那個班長說也不知道 對了 醫院的人反映 他們在倉庫裡存著一些 日本偽軍的軍服也都不見了 跑你個相兵裡啊 我讓你在醫院養病 你給我來個瞞天過海 幹什麼的 太君 我們是從東侃鎮 去觀塘山不防的 來這兒臨時修正幾天 這是刁令 這 這是我們長官 收吧 走啊 走 走 行 跟上啊 走 兄弟啊 你這兵營有點意思啊 跟梁庫似的 沒想到你們來得這麼快 這陣子小 這個軍營啊 都讓憲兵隊和守備隊 住滿了 只能找到這個地方 你們就將就將就啊 不將就 跟梁氏柱一起 心裡踏實啊 好 真好 在哪兒 這兒這兒這兒 來 走 快快快 進來 走 我坐 就這兒 行了 那你們歇著吧 一天三頓飯 有人給你們送過來 太感謝了 但是要記住了 沒事別亂跑 這幾天這街面上管得嚴 要是闖出啥事來 你們可是吃不了兜著操 好 兄弟 問一下 這外面檢查這麼嚴 一路上那麼多關卡 為啥呀 這幾天 鎮上要來一個日本人的大館 什麼大館 問那麼多幹什麼 那行 那你們歇著吧 你忙吧 謝謝啊 沒事 同志們 抓緊時間休息啊 老相 咱們下一步怎麼辦 行動之前 我們得想好退路 必須摸清這鎮上的地形 摸地形我去 行 那你帶同志們去吧 鐵光 你有個重要任務 想盡一切辦法 給我找兩輛大車 有問題嗎 要大車幹啥 我自有用處 問那麼多幹嗎 行 慶容 跟我走 好 行動 同志們 抓緊時間休息啊 說你多少回了 你滾滾滾 看看 什麼玩意兒 我死了情況看仔細了 還有臉庫的位置 快點 誰來來 仔細算一下 從先兵隊到成門的距離 你別讓我們迅速撤退 錦榮 你跟我去找日本人的 限兵隊司令部 執隊長 我們去限兵司令部幹嗎 如果真如情報上所說的 一會兒一雄會見什麼人 你說他最大的可能性會在哪兒 這是限兵隊 離我們最近的成門在這兒 我算了一下啊 從限兵隊的城門口 撤退的話 大概有二十分鐘 我們了解了 限兵隊裡有鬼子三十個 二狗子能有五十多人 不過這些二狗子啊 不足掛齒 強生一下 肯定尿褲子 對 如果他們敢出擊的話 那我想派二十名戰士 絕對把他們阻擊了 但是給我們的時間可能不夠 為了防止鬼子呢 其他的部隊過來增援 所以我希望能夠速戰速決 最後在半個小時之內 把問題解決 鐵光 我讓你辦的事辦了嗎 兩架掛車 那一屋子糧食 保證給你裝得滿滿的 你小子掌精了你啊 記住了 限兵隊槍一響 他們肯定過來支援 到時候你們 護送好這些糧食 到城外和我們集合 沒問題 都清楚了吧 清楚了 這次我們帶著衛兵 是不是有點太少了 你擔心什麼 這裡裡新四軍活動區 很遠很遠 我不相信他們會大搖大擺地闖進來 我擔心 如果那些土匪要搞什麼鬼怎麼辦 小爺 你怎麼了 最近連土匪都開始畏懼了 我不是畏懼 張福樓和黑老七 我太了解他們了 當年在東北交響他們的時候 這兩個人就很難控制 黑老六 因為香兵林死在白山裡 黑老七他們肯定會恨我們這些日本人 所以我們還是小心為妙 他們沒這個膽子 要不這樣吧 一會兒咱們開會的時候 你盡量不要說話 更不要提 在東北發生的這些事情 好 義兄 小爺也是為了我們的安全 關心我們呀 謝謝你們的關心 放心吧 我們這裡很安全 對吧 宋隊長 上個太君 放心吧 就是一幫破土匪 給他們膽量他們也不敢幹什麼 何況我們還有一支強大的武裝隊 肯定沒事 太君 有我咱肯定不會出現任何問題 嫂子 咱們現在走還來得及 老七 別那麼慌張 一會兒日本人來了看到你這樣 露了咱們的底就不好了 坐下 我就覺得咱們這次 不應該再跟日本人合作 跟日本人合作 那肯定是沒有好事 記得當年在東北的時候 那關東軍 逼著咱們綁架向兵力全家 到最後怎麼樣 對啊 六哥死了 柳子也是他們給滅了 這些年咱倆過的什麼日子 這好不容易緩了一口氣 現在又跟日本人折騰上了 哎呀 今時不同往日了 現在大半個中國 都是日本人的天下 我們 要麼跟著日本人幹 要麼跟日本人對著幹 路已經不多了 總得給弟兄們留條活路吧 總得給弟兄們留條活路吧 是你眼裡的光芒 讓黑暗依舊有前方 在煉火之中不絕望 能看見天堂 暖石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陽 暖石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陽 絕境中別一陣遠方 寫了鐘槍 這今生沙 我看見 我看見 和變化依然綻放 和變化依然綻放 暖石的天空中 暖石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陽 那時你雨雪分抗 留下光芒 沒有你給我的力量 我怎能捍衛這地方 來自然負荒 願成為你冰岸的灘塌 站在絕境中 別一站遠方 血淹灘裝上 這幾塵沙 我看見 和平華依然綻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